日岁乡幼儿园任职33年的邱玉珠老师 工程生腿办理退休 乡长陈进光上午特别赠送服务奖章 欢送他并表示在争取改善后 也全面升级幼儿园的师资与教学场所 提供优质的幼儿教育 配合三级防疫市内部的超过5人的规定 乡长陈进光特别简单 欢送退休的乡托老师邱玉珠 赠送服务奖章及伴手礼品做纪念 过程简单却承载满满的祝福 令邱老师不舍却又万分感动 幼儿也在帮忙想安心的 就是大家也是舍不得 老师也是说在留下以后跟他们那个 因为我从家三十一里 他像我们的孙子一样 有时候在家也是无聊 就是能够出来这样 男的这样 没有每个老师都是很好 也谢谢那个乡长的这样 退休后的邱玉珠仍不忘 幼教职责准备要当志工老师 继续协助陪伴幼儿的教育 虽然疫情打乱了幼儿园的教育学习 不过在邱玉珠等幼儿园 老师齐心努力下 下半年度新生招生十分顺利 目前都已额满 对岁相公所幼儿园 这几年来 在我们的园长还有所有老师的 用心的一个规划之下 我们已经增加人员 然后增加我们的教室 让我们的幼儿园的小朋友 都能够顺利的来我们的学校 乡长陈金光感谢之余 表示近几年相公所积极向上争取 按部就班 足以改善幼儿园环境空间 强化设施设备软硬体全面升级 提供瑞射箱优质的幼儿教育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过到